熊熊大火燃烧林木 大片森林狂烧 消防员也不敢靠近 缤纷六路 每一队间隔50公尺 合力开设防火线 大火连烧五天就是灭不了 因为16号有五名登山客 在超过3000公尺的 渡边营地扎营生火 警方查出登山林队 居然是NCD专门委员乔建宗 他在脸书留言坦诚 16号青春为了点火准备早餐 不小心踢倒瓦斯炉火 但是大火燃烧两小时后 他才报案 我们估计从巴里山 走到这边要上天的时间 森林大火燃烧范围 超过52公顷 桥建宗说 他是登山队领队 没有不准备讨论这件事 很多情况超乎他的经验范围 最大期待降雨能够出现 引起山友不满 立刻被酸 感谢踢倒瓦火 他要回应赶快下雨就好 其他的事好像还好 山友气得直问 搜救费用要不要全额负责 都溢起了还硬要爬山 你们五个人还是上山 帮忙提水灭火吧 为了灭火 从16号到21号 出动空勤队 三次投下六顿水 黑鹰直升机跟航特部 也出动20架次飞机 但火却稍不停 五名登山客吹煮 不慎起火闯下大火 嘴巴上说祈祷下雨 根本于事无步 记得后国林智慧 嘉义报道